好 首先看到一局上半的比賽 兄弟相對今天派出來的投手就是柳玉展 好久不見了 這場比賽是柳玉展在劍哥一個多月之後再度先發 他目前是吞下二連敗了 不過他之前對新龍流的戰績似乎不大理想 是一勝五敗 綠高達了6.39 一局上半我們看到火哥張建民一上來就敲出了一支安打了 第一個球就打了右邊方向 直接在一人出局之後 我們看到打擊的打者敲出一個火力球 找到了刺殺 不過這時候我們看到張建民已經站上三壘了 這時候我們看到今天的焦點 阿伯阿謝家賢面對劉宇展 結果劉宇展非常客氣 投出了四個壞球連續四個壞球 將他保送上壘了 阿伯阿謝家賢在第一個打起沒辦法創造紀錄 接下來輪到第五方的焦拜三 這一球打到了中央外野方向的飛球 就被右邊手結殺出局 其實牛隊的這場比賽 雖然火哥張建民一上來就敲出了安打 不過沒有辦法攻下分數 緊接著上來了 我們看到二級上半 牛隊的攻勢又再次第六棒 維納斯一上場就敲出了一支安打 在此之前 維納斯對上劉宇展的打擊是否相當不錯 對 維納斯之前對上劉宇展是十四打 數八安打 今天第一個打擊就是安打 那簡直就是劉宇展的克星了 沒有錯啦 我們看到二級上半呢 劉宇展的投球 在似乎上遇到一點問題 在溫然出局上攻下一二壘之後 這個地方又靠著推進到了二三壘 只能傳一壘了 就敗 就是說要把球做給第九棒的葉君章啦 結果葉君章這球打擊出去 一個內野的鼓勵球 第九球傳本磊 哇 身體上的維納斯想要硬撞 也撞不掉這個捕手手中的球啦 那這球呢 就在本磊遭到刺殺出局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狀況相當火燙的火哥 張建明 這球打擊出去又會放下 哇 穿越球去了 這是一支安打 哇 等一下跑者跑回本磊 攻下牛隊的第一分 火哥這邊也要恭喜火哥 其實他之前對上劉玉展的表現並不理想 過去雙方對戰 火哥是十四打數 緊緊敲出了三支安打 不過剛你也看到 他前兩次上來都從六狗的手中敲出安打 是可喜可賀 那這場比賽呢 我們知道了 所有的棒球比賽最可貴的地方 就是兩人出局才攻下的打點 我們看到了後來火哥 張建明在跑壘的過程中 好像出現了一點狀況 之後被換下場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三棒的林毅全 這時候就敲出了一支左邊方向的安打 這次安打呢 為了上次和三點上次跑者的回來都沒有問題了 牛隊呢 持續拉開比數 將比數變成了四比零 林毅全呢 這邊又帶有兩分打點的安打 我接下來看到是阿貝亞現在的第二個打式 也是沒有敲出安打 謙安還是沒有出來 也形成了這個局數呢 第三個初局數 這有暴衝有道理 好了 慢了很久的兄弟相對呢 在三局下半要展開攻勢 我們知道新龍牛隊今天派出來的首是林克千 那林克千呢 在目前的狀況 他目前是處於二連勝的狀況 而且呢之前對兄弟相對的戰績 他的防衛力有點偏高 高達了五成七四 不過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他在三局下半呢 似乎遇到點狀況了 這個地方呢似乎又出現了 結果敲出了四十的安打之後呢 王聖偉又跑回本來攻下 兄弟相對的第一分喔 兄弟相對呢 在三局下半呢 靠著安打呢 追回了一分打破鴨蛋 也將比數變成了一比四 四局下半 兄弟相對又有攻勢兩人出局之後呢 郭宇峰這時候敲出一次鼓勵球 結果呢我們看到猴手下球最後要撿球 傳運类呢這球傳到哪去了 郭宇峰呢打出了這支內野安打 接下來我們看到陳江河 哇這球又被投球擋了一下喔 還是棉棒接近手套裡頭 我們看這球呢 連續兩支相當吸引的內野安打 攻擊到一二雷 這時候呢又投出了一個四壞球 形成了寶送喔 而且呢投完一個寶送之後 面對王聖偉又投出了 連續兩個四壞球寶送呢 也擠回了兄弟相對的第二分 來的情況之下 接著第二棒的劉耿興 敲出了一支二壘方向的穿越安打 哇這支安打呢是損失慘重啊 帶有兩分的打點 正向隊呢靠著這群呢 追成了平手 雙方四局打完的戰爭呢4比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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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